嗨 各位 我是金穿一 现在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跳入人龙8的世界里面冒险了 这个庆祝八代发售的系列节目也走到尾声了 第三集我们如约来介绍历代人龙的主角 是的 不只春日一番跟童笙一马 整个人龙系列有出现过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主人公 每一位的出身都大相径庭 不只道上人士还有平民从传说之龙到地痞流氓到风俗携手到私家侦探 各种形形色色的一共有12位之多 今天全部介绍给各位啊 本集影片的形式就会跟45年以前我做的那个刺客主角盘点有点类似的好不好 OK 超级感谢IGFollow真的都麻烦大家了 对话说春节假期最适合找一款游戏和家人同乐 这种时候你就可以来玩Monopoly GO 是的 大富翁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吧 注意我这说的是西方原版 不是古早时代有阿土伯的那个台版 Monopoly GO改编了传统大富翁的玩法 不再需要凑一桌4个人 线上版的游戏轻松省时易上手 你既能够享受快速累积财富的爽感 也能破坏别人盖好的房子入侵别人的财库 时而坑家人时而坑队友 啊 不宜乐乎 游戏除了有龙年特别的优惠之外 15号还会举办农历新年的锦标赛活动 不想打牌了吗 Monopoly GO 绝对是今年家人同乐的最佳选择 大家快来下载游戏一起坑队友吧 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秋山俊 欸对 我们不会从童笙开始讲 秋山最早是登场于人中之龙4 是四大主角的第一棒 秋山原本是一名精英银行员 却被诬陷盗用公款而最终流落街头 然而一个神奇的夜晚扭转了他的人生 也就是一代同生大战锦山的结局 迁徙塔爆炸 一百亿的纸钞如雪片般落下 当时秋山正好就在下面睡觉 靠着死命搜刮来的一百万东山再起 在神石町开启了一间借贷公司 后面经历了四代五代六代的事件 他慢慢成为同生一马最忠实的战友之一 还帮人家照顾过女儿啊 要说秋山俊特别的地方 那我想还是他整个人散发出了一股 比较chill的气质的 只得不像童生压倒那种古早时代的男子汉 秋山他就是一个有点邋遢的酷格 像这样的个性也体现在了他的战斗风格当中 秋山最大强处就是速度 靠华烈足迹来压倒对手 基本上就是相及是百列踢 以及放弃当人的空中连段 怎么学的 据说是在神势灵魂不知不觉间就学会的 嗯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踢人踢踢飞起来 也可以来心速烈恋啊 总之这个男人的故事始终和钱脱离不了关系 因为钱跌入谷底 因为钱失而复得 因为钱看透人性 尽管拥有超过一百亿的财富 对很扯 可秋山还是很喜欢买酒到公园跟街友打屁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比起任何荣华富贵 他最喜欢的还是去看一个人能为理想拼到什么程度 只有通过他开出的考验的他才会把钱借给他们 秋山俊投资的不是钱 而是人啊 第二位牙倒大和 那个我知道这个字要念户好吗 讲过八百遍了 但就美牙逻辑哦 好不好 OK 牙倒是四代的第二名主人公 他是真倒无狼唯一的败把兄弟 更是东城会传说中单枪匹马 干掉18个人的鬼神一般的人物 虽然后没有揭露说 他其实一个都没有杀成 但他就还是进去关了整整25年 直到某一天 他发现了一个本该被他灭掉的组织竟然还在 因此决心逃遇查明真相 纵观整个人龙系列 牙倒也是极少数人和同生一马 打个难分难舍的人物 他背上的刺青是老虎 虎对龙 够经典的一个对立了吧 老虎是取自牙倒的名字 大和泰嘎 而围绕在旁边的竹子呢 只是来自他所属的市井组的莎莎竹子 说到牙倒的强项 那绝对在于他无与伦敌的怪力 全连段皆可三段蓄力 燃气再生还有被动霸体 把机车配电箱烟囱 就连人都可以抓起来乱甩 还曾在雪山上徒手薄熊 根本不是人类可以办到的事情 重点是到五代他还学会了一个新招叫龙坠 这个招式名是火影哪一招 各位人龙粉相信是不用我解释的 不过牙倒也有无法垫步 只能翻滚这个弱点 听起来根本像是一只野兽一样的人 但说来你不信 牙倒大和百分之百 是全代心灵最纯洁思想最成熟的人物 妹妹被杀不报仇 发现自己白白蹲了25年的苦劳 也完全不后悔 整个晋升到了一个活菩萨境界 特别是四代中间有一段牙倒 直接在擂台上坦诚说 杀人事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掉眼泪 从这儿就能得知 这名主角尽管有着如此吓人的外在 他的故事想要探讨的 其实反而是何谓不知变通的爱与善良 就连恒山自己也吐槽 如果牙倒是你的理想型 那你应该醒醒 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这种人 只是很可惜在四代结尾 牙倒虽然被释放了 但五代跟六代 剧情还是找到借口把它塞回猪笼里面 前后加一加这个人一共被关了31年 呃那个先生你是不是没有很想回归社会啊 然后四代的最后一位新主角就是古村正义 由当时很同的男星成功宽贵饰演 是第一位由真人扮演的主角 古村是神势警署的刑警 因为工作态度极其散漫 举例被上司驯化的时候 竟然还在听赛马转播 还在背地里跟非法餐馆收贵 而被称为神势钉的害虫 然而没有想到实际的情况是 古村他是用收来的黑钱 去资助那些有困难的非法移民 那为什么他愿意做这些事情呢 因为他自己也是出生自雅系雅街的孤儿 来我们欣赏一下成功宽贵精湛的中文 古村的战法非常特殊 刑警是战斗 挑衅是对空铭枪 面对趴在地上的敌人 他还可以用手铐把人家靠住 直接打成一个秒杀 尽管伤害跟血量都很一般 却能在每一段框框三角 后面都接上一个热血动作收尾 玩起来很讲究技巧 但你上手觉得非常爽快 好吧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的 怎么古村只有在四代登场呢 那是因为成功宽贵 于2016年陷入了毒品风波 最后闪电宣布隐退 导致四代移植到PS4上面的时候 古村就被换脚了 脸变成原创的配音也换人 来我们欣赏一下增田郡树精湛的中文 你们好吗 改成再陪你们玩 第四位 通生一马 不需要我解释 唐岛之龙 最强的男人 四代木会长 冲绳幼儿园园长 福冈最速之男 初代小野道夫 传说中的传说 主角中的主角 KZONE的老公 抗癌之龙 以防有人点进这部影片 却有办法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通生一马是系列的敌男主角 贯通零一二三四五六代 一代守护一百亿的罗莉 二代对抗关西之龙 三代阻止国务院被拆除 四代其实没有干嘛 五代在福冈当问奖 零代转行去炒地皮 六代抱着乖孙找女儿的一夜情对象 玩家完整见证了通生一生 波澜壮阔的冒险 中国黑帮暗杀集团CIA 殭尸 老虎 鲨鱼 甚至是其他有主角光环的人物 通生一马都有办法一个人单挑 堪称绝对不可撼动的强大 这个世界上通生无法克服的人事物 只有两件 一个是子村瑶 另一个是青椒 大葱一到五代通生使用的都是 同一套完美喜练的干架杀法 后来被证明为唐岛之龙风格 招牌的封面踢帅到吊渣 尸臣武术大师古墓宗太郎 修德鲁套能对应任何情况的超级武功 其中最著名的招式毫无疑问是虎落 这是代表通生一马的最强招式 然后牧村拓栽他妈可以用app学会 淤灵中年轻时期的同生还有另外三种打法 流氓快攻以及火爆浪子 这个在后面基本上被视为同生不得已才会用的一套自等的搭配啦 像是七代面对一群奇装异服的杂鱼不能出全力 或者八代得癌症伸手稍微退步 不过还是强到可以直接打破游戏规则把回合字硬掰成即时制 果然这个男人就是最强两个字的化身 好啦 那同生我就不讲太多了 想要听更完整的可以去看我做的英雄谈吼 第五位泽村瑶 瑶是同生一生的至爱儿 对不起 说错了吼 一生最大的孽缘 泽村有美留下女儿 经过了一代冒险 她和同生就培养出了超越血缘的妇女亲情 小瑶担任主角的代数是在古代当年16岁的小瑶被星探发掘 为了梦想一味的家人毅然决然离开冲绳以偶像为目标奋斗 我们可以操控小瑶的章节是人龙史上破天荒 唯一不能打打杀杀的段落 我们将follow小瑶每一天的工作日常上节目 唱歌跳舞参加选拔被遣规则 她没有干架却有街舞battle 就是一个节奏游戏也有热血动作 而且在演唱会上只要完美combo 她还能发动魔法少女变身瞬间换装哦 哇到底是怎么弄的 某种程度上比系列祖传的一秒拖一还要强你们知道 然而极度爆裂令人万急的是 五代结局小瑶娜神奇的决定就一把将自己给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下面这一位没意外是人龙主角中最无名的 可我个人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的人物就是品田成雄 于古代登场是最后一位上场的主角 讲品田她原本是一名棒球选手 15年前她靠着一只再见拳雷打一战成名 却莫名奇妙被呼现赌球而遭球界永久放逐 品田两个字形容就是一个鲁蛇 穿着邋遢房间凌乱还欠了一屁股债 而且你看看第四部一开始她手头只有多少钱 217元你知道小瑶开局起码都还有8000块吗 总之就是一个市井小民中的市井小民 人中之龙进Boss战的时候不是都会跳名字 然后上面会写说这个人物是什么什么的一个头衔吗 东城会直系真导组组长之类的看起来就很霸气嘛 可是品田的话她只能写 暗中保卫锦戎和平的鸣鼓屋组的追杀对象 东城会六代目会长的高中同学这样有够训 战斗风格也是十分不起眼 甚至能说只有她是一般人可以模仿的 没有超人类的能力只有运动员健壮的体格 跟一些打棒球会出现的动作疯狂死缠烂打 唯一可以被称作独门绝技的只有人家耍武器的功夫 没错只要品田手上有棒子就没有人杀的死她 除非她捡到的是球棒 这样的话死的就是你 由于身为棒球选手的荣誉 品田是不允许自己用球棒K人的 你一捡球棒游戏就会强制让品田 慢吞吞的把他放下来 一串这样停下来 品田这个主角听起来好像一点魅力都没有 对不对 错我得说正是这样的平凡跟草根气质才是人家最大的魅力 她的故事很深刻的去诉说了那种身为天涯沦落人的悲哀 今天只要是个人就一定会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有时候你甚至会去想说能不能就这样抛下一切 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为一个新的人 对于归属感的探索也是品田部署我很喜欢的一个元素 跟前三部的主角都是在一个异地冒险不同 古代只有品田是扎扎实实的在那个地方生活了15年 街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然后精彩的地方来了 到后面你去深入调查那个神秘没有形体的名古屋组的过程中 你会缓慢发现所有人似乎都隐瞒一些事 最后惊天大揭露 名古屋组的构成员其实正是整条街上的一般居民 品田以为他终于属于一个地方了 结果哇 原来一切都是假象 好在最后他还是能迎来一个真的很感人的结局啦 如果你是真的系列超级骨灰的粉丝 那你应该知道 14年前龙小组有出过一款PSP平台上的外传游戏叫黑豹 而这款游戏的主角就是这一位 幼金龙野 龙野是一个很特别的主角 一代出登场的时候只有18岁 是系列主角群中唯一的未成年 当然小妖除外 一开始的龙野是一个彻底的8加9不良少年 个性有够冲只要被击到拳头马上就会出去 他很快就在街上建立起的恶名 人称神势丁的狂龙 我要讲你看前面的剧情是真心会觉得他很讨厌 有一天龙野疑似失手打死了一个黑道 本想开流却被打个正着 直接被丢进一座地下的斗技场当中 为了重获自由呢 龙野靠着拳头向上攀爬的旅程便由此开始啦 有限于当年掌机的性能啊 黑豹战斗系统做的蛮大改动 不再是以往的第三人称打群架 而是改成这样的一个横向一对一的无规则格斗 因为镜头变得更近 一朝一室看起来更痛 我觉得还蛮符合黑豹本身的氛围的 就是要火爆要年轻气盛啊 龙野他原本干架所谓的发泄 到后面他才逐渐从格斗中发掘出属于自我的荣誉 你们知道 审判之事 我原本超级希望龙野可以回归当那个 拳击小游戏的隐藏Boss哦 最好是强的跟鬼一样 只是...嗯... 对啦 杀死黑豹的不是龙小组 而是索系掌机的失败嘛 我是奥米联合合流界二代目的 豪大竜神 我叫你 好 那再来我们进入外传作品的主角了后 第一位香甜龙丝 龙丝是人中之龙2的魔王嘛 背上了刺青为黄龙霸气到一个不行 而他实际担任主角代数非常奇怪是...OTE 将龙丝败给童生之后转行去卖章鱼烧 因为还是有很多仇家会找上门 为了自保他就把右手给改造成了...格陵机枪 结果没想到僵尸危机就爆发了 二代还是反派龙丝生性粗鲁且截拗不寻野心盛大 但这样的脾气到OTE就平缓了许多 眼睛里面的锐气都已经没有了 你可以看出他现在就是一个已经任败的男人 安分的守着自己的本分 讲到龙丝的战斗...嗯...非常尴尬 因为唯一你可以操控他的怠数只能用机枪扫射 不过如果是看作为Boss出场的怠数的话 龙丝一直都是属于偏笨重的力量型角色 二代维星都是 还有灵带...没错 在灵带真导的支线中 我们有机会遇上小学六年级 却已经长得超大只的龙丝弟弟 看他在路边扒人家裤子 真导无狼 好 我这个人也不需要解释太多 人称导野的狂犬系列人气王 和铜神一马并列为人龙的双门神 玩过人中之龙的人 无一不被真导那疯癫又可爱的作风给吸引 背上的四亲士般若就很适合真导嘛 真导担任主角第一次也是在OTE 讲他某一天看僵尸片看一看 突然就发现 蛤?僵尸真的入侵了 超级家伙直接开杆 中途他被僵尸咬到 一度以为自己的寿命不长了 所以他跑去做什么你们知道 做桑拿来排毒 结果还真的有效 好啦没有 后来是发现说原来那只咬他的僵尸 带的是假牙 所以他根本就没死 早期的真导就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一个疯疯很欢乐的怪叔叔 直到三代四代 剧情才开始增加他比较内面的描写 挖最深的不用说是零代嘛 在人中之龙龄 我们将见证真导是如何走上狂犬之路的 前面有讲到崖岛一人大 晕了18个人嘛 这起行动其实真导本来是要一起去的 却碰上了一些状况 他遭到囚禁 最后还被挖掉一只眼睛 而灵描述的就是这起事件的三年后 当时24岁的真导呢 被送到了大阪做夜总会的经理 这一边是我们首次发现 真导只要他想的话 其实是可以非常机灵的 然而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其实都是假象 他24小时都受到了组织的监视 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 关着一只等待冲破牢笼的狂犬 直到与失明少女木村时的相遇 他脖子上的项圈才正式开始松脱 讲到真导的战斗 那用一个字来盖瓜就是快 真导向来是以他敏捷的动作和招牌的匕首闻名 这是真导他从一代就一直带着的招牌武器哦 而年轻时期的真导也大体上维持了类似的感觉 动作还是挺快的 并且结合他过往的一些标签 延伸出了另外两种风格 打者还有舞者 好啦那灵带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不花太多时间重讲 我会说零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真导最后走向疯狂的契机 并不是因为什么很痛心的悲剧 什么深爱的人挂掉了啊 然后他就有咪笑了啊这种的 并没有他反而是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应该说这才是他想要成为的样子 他的疯狂不是一种诅咒而是解脱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喜欢原本又酷又优雅的真导 但不 人家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我告诉你才是最最最最有魅力的好不好 再来我们要稍微跳脱一下人龙来讲 牧村拓哉 对审判剑的主角 私家侦探八神龙之 继成功宽贵之后 第二位由明星真莲演出的主角 八神的人事我得说 基本上就是牧村拓哉 还平时在演日剧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一个蛮臭又很聪明 时不时会丢出几句 讽刺跟吐槽的酷歌 因为是侦探嘛 八神他开锁 变装 潜入 就连跑酷通通不在话下 战斗的流派呢 两个字 功夫 康夫 是的 从人龙干架的赤裸与暴力 变到了武术的华丽跟精妙 首先就要看到八神的专属招式 三脚跳 每当玩家跑向墙壁或者敌人的时候 就能做出一个登墙跳 或者越尖跳的动作 从这儿又可以拍升出一大堆不同的招式 两套战斗风格 一闪跟猿武 一个队单一敌人超级好用 疯狂喷射爆气掌很爽 一个擅长对付 大批杂鱼 滑铲龙卷踢 根本清场神器 有凯迪拉克优雅 有Beeber劲爆 后来追加的流呢 则是以抓技跟反制为主体 如蛇般曲折蜿蜒的一套架尸 审判系列主轴是司法 所以八神的故事 更多是他至于真相还有正义的探索 而这些东西呢 就和以往的人龙主角常讲的道义啊 羁绊啊 画了一条清楚的界线 讲了牧村拓宰 这边我就顺便把海藤哥给讲掉 欸对 海藤正志 是如龙小组史上第一个DLC主角 海藤哥是八神的好搭档嘛 一个动脑一个出力 他就完完全全是那种 从模子里面磕出来的一个大猩猩的人设 两套风格 火拼跟铁板 火拼九层曲字 灵带同声的流氓风格 铁板九层曲字 灵带同声火爆让子的动作就 省钱啦 至少是蛮搭的 不会到突兀 DLC海藤正志的事件部 故事是讲他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不良少年的委托 请他寻找自己失踪的母亲 却万万没想到少年的母亲竟然就是海藤他的前女友 不过如果要我说一句实话 我比较想玩三浦当主角的外传啦 OK终于讲到第十位就是 人中之龙七的春日一番 春日第一次亮相是在2017年的神放送 当时就收获了很多很多观众的恶评啊 毕竟谁都不想让这个顶着一颗黑人头长得还像是一个路边流氓家伙来继任唐岛之龙的传奇 不过一路等到七代实际发售后 春日人设就经过了非常剧烈的转变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传说之龙的相反 如果说同声是绝对强大的英雄 那春日就是小人物中的小人物 开头顶了组织的罪入狱 蹲了18年的苦劳出来之后 却马上被当成垃圾丢到横滨 哇塞这么虽小的一个咖 团队怎么会把堂堂的接班人设计成这个样子勒 但这就跟我前面介绍品田的时候一样嘛 尽管训尽管废 却总是有些惹人怜爱之处 不是英雄又何妨咔死嘎一气板 垃圾也可以出头天 同声的心是封闭的 默默的承受着一切重担孤独前行 但春日的心却是开放的 反正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那又有什么好惊的呢 他会明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情绪还有善意 也正是有这样仿佛少年曼主角的纯粹 他才可以召集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和他一起出生入死 跟什么样 跟勇者斗恶龙的勇者一样 诶 西岗是真的有去取得授权 让希代可以提到 Dorakue这几个字 从路边拔起的球棒呢 就是春日一番勇者的圣剑 一当他拔出球棒之后 眼前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出现了幻觉 每个人都会变身 穿上奇怪的服装发射火焰闪电来攻击 超级无敌扯 不过要注意这些东西其他人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支球棒到底是 最后再提两件有关春日的事啊 也就是他的配音 老玩家应该都知道饰演春日一番的是中古一博先生 下一个他演过的角色是 没错 锦山章 同生的兄弟啊 升线我觉得蛮好认得 锦山背上的四星是锦里吗 而春日背上四的则是龙鱼鱼月龙门中间的那个阶段 这个隐喻非常巧妙哦 这既代表春日一番他还在成长途中 并没有完全蜕变成像是童笙那样的龙 而且你从一个比较meta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这是锦山转身成新的主角 终于从鱼鱼化身成龙了 尤其是在八代 你看到春日跟童笙并排站在一起 实在是没有办法不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动 你们懂吗 我觉得春日一番这个主角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以往大多数的主角 他们的人设是需要他们装酷的 应该说原本最初那个版本的春日哦 之所以这么不讨人喜欢 就是因为当时的制作组还在全力让他看起来很酷 跟童笙一马一样酷 但这很明显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他们后来就发现了没有必要装酷 反倒是他今天越随碰上月鸟的事情哦 观众反而会越喜欢他 就你以前不可能看到童笙一马受伤的时候贴一个OK蹦 或者去理发结果头发烫坏掉 去旅行的时候也都嘛是要两手空空插口袋 怎么可能像这样背个后背包 像小学生远足一样 但这些春日都可以做 因为跌跌撞撞沙沙的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这才是春日一番应该走出的心路啊 诶本来到春日就应该要结束了哦 不过2023年一个神秘的男人横空出世 突然就拥有了一整款属于自己的外传游戏 他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代号 竞龙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 因为真的很细的啊 可能只有我 只有我这种骨灰老粉才有办法察觉 竞龙他长得好像童笙一马哦 有没有特别是你看他颧骨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滴滴 真的一滴滴神似同生的部分呢 竞龙他的身份其实是一名特务 舍弃的名字只为执行任务而活 他眼神中的孤独还有悲伤 究竟在告诉玩家什么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 也许要差不多那个 七款游戏才能说完啊 我只知道他又有两套战斗风格 一个是特务 用一系列的特务道具进行大型控场 Cosplay 蜘蛛人 射丝线拉人 模仿钢铁人 穿火箭靴喷射 另外一个是映龙 一样哦 你仔细看 仔细看会发现 这和同生命马在六弹用的是相同一套动作 天呐 什么难不成 竞龙是同生的粉丝吗 好 那以上就是人中之龙系列 历代主角的总盘点啦 有够长 在看之前你们绝对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个吧 其实严格来说还有两位弹真的容我跳过不讲的 公本武藏还有版本龙马 因为这两个基本上就还是同生啦 这样看过来 人龙真的也是走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路才来到了现在这里 我觉得人中之龙的主角必须体现出的最终都得是某种 会令我们这种臭男生向往的潇洒与帅气 不论你说是同生压到八成这种帅的 亦或是品田春日这种可以共感的 其实都一样 我相信以上所有主角都一定会有说最喜欢他的粉丝 呃 好吧 除了一个人以外应该全部 所以最后呢 就欢迎大家来说说 谁是你最喜欢的人龙主角还有为什么吧 我是金银穿衣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期见